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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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这么多呀 总感觉哪里都能遇上仙人 来了 我回来了 这两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孩子叫做燕妃 就是我拜托去办事的那位小朋友 燕妃 这位旅行者和她的这位旅伴 你应该知道他们吧 知道 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在千颜君的卷宗里 可是记载得很清楚呢 在之前 请先典仪的那场骚乱中 被千颜君列为嫌疑人 被全程通缉 然后你们在绝云间 击退了千颜君 又和愚人众搭上了线 最后和姥姥他们 一起击退了魔神 然后在七星座宝下 彻底洗脱了嫌疑 可惜 你们没有早点遇见我 要是早点遇见我的话 虽然不能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燕妃 是一名律法咨询师 任何与律法有关的问题 只要找我就行 对了 这是我的名牌 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和办公地址 你们收好 如果有急事的话 直接去这个地址 留下信件就好 燕妃 好了好了 说正 你们别太惊讶了 这孩子一直是 和我们之前遇见的那些仙人们 感觉完全不一样 仙人 我应该算是吧 反正我老爸说他自己是仙人 他说他自己曾经和阎王帝君征战了很久 征战结束之后 他就回去和我老妈结婚了 他们结婚之后就有了我 我长大了之后 老感觉也太随便了 哎呀 我老爸说了 他可是 哦 先不说这些了 现在岑岩巨渊被彻底封锁 怎么样都进不去 这样吗 燕妃 能再想想 我知道了 姥姥你都给我念叨多少次了 虽然没办法从岑岩巨渊里找 嗯 哇 商业咨询 矿石 矿石 智东 找到了 这位叫做克罗索的智东博商人 曾经找我 他也提到过 想要收一些翠绝盐 用来制作钗子 还问过我与之有关的 嗯 我这就去找他 说不定他经手过 你想要一起去吗 居然是用律法来警告我们 和他一起行动 请注意安全 要下来 我下来 你 要下来 你 要下来 好 想得我 莲态 你 要管我的 脚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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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鱼菜馆 鱼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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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菜馆